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最近这个常见 而且特别有话题性的植物啊 就是这个石南吧 那么我面前这一棵呢 就是一棵现在正在盛放当中的石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棵石南树呢是非常的高大啊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就是这个石南种的比较多的一个原因 因为呢它的这个树形特别的多变 比如说呢像这一棵 石南啊 它就长得大概有三四米高啊 而且呢长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花球的这个状态 而且呢这个石南本身呢 它呢对环境不挑 特别耐旱啊 同时呢也有耐一定的这个湿 所以说呢 它现在在园林绿化里面种的特别多啊 而且呢说实话呢 这个花呢仔细来看 这个花的样子呢也不错啊 其实呢这个也是谈了一个生存策略 这个并不能怪石南本身 这棵生植物的味道呢 其实呢主要呢是这个植物呢 它为了散发气味啊 来吸引这个一些动物 比如说昆虫为它来传粉 那所以说呢有的花是香味的啊 那么有的花呢味道也比较难了 那像这个石南呢 它主要吸引的呢 还并不是蜜蜂 而是呢一些石牙营啊 一些双翅目昆虫 那么像这个石牙营呢 等这位昆虫呢 它们其实呢是不太喜欢这个香味的啊 对香味其实不是那么感兴趣 但是呢它们对一些什么呢 对一些这个不太友好的气味 它们呢是比较敏感的 石南本身呢还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园林观赏 大家也不用阴烟费时啊 这样的就是难闻就要砍掉它啊 毕竟呢这也是一种春的气息嘛